中美贸易关税战持续白热化 美国贸易代表署3号公布长达45页的301制裁清单 预计对1300多项中国制的产品课征关税 在洋洋洒洒的清单当中 受影响的产业涵盖航态资讯通讯机器人及机械业 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产品 除此之外像是医疗用的疫苗 合金产品核反应毒和相关零件等等也在清单之中 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表示 略出清单后并不代表美国将会马上开始 对这1300项中国制造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 按照美国的程序必须先搜集各界的意见 举行听证会后才会确认开征关税的最后清单 而首次听证会预计将在5月举行 根据消息人士指出 公布制裁的清单商品与之前预计的大致相同并无意外 接下来必须留意的是中国会如何接招 面对中美贸易战火药味越来越浓 中国已经在两天前落实对美国启动232条款开征钢铁税的反报复行动 对美国128项产品课征关税 针对川普政府最新公布的301条款制裁名单 预计中国将采取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北京方面将很快会做出反击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美国举起301大刀并公布制裁清单 中国方宣布反制对美国大豆飞机等14类106项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也将对部分丹丁尼克征75%的重税 中国商务部外交部一早接连对外表示 根据中国对外贸易法的相关规定 准备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并且将于近日公布 中国官方并重申有信心有能力应对美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 贸易战没有赢家 希望美方能够认清情势保持理性 倾听工商界以及普通民众的声音 尽早摒弃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中美贸易的分歧 针对301清单反制措施 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 飞机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根据中国商务部报告 这项加征关税措施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大约500亿美元 实施日期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的情形令行公布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主 美国62%的大豆出口目的地是中国 因此大豆始终被视为中美贸易战热度的指标 另外在中国商务部扬言反制不到5个小时 公网上便出现关于调整原产于美国及部分欧盟公司的 进口乙二醇和二甘醇的单丁迷所使用的反倾销税率 并于12日执行 公告虽然为名言是对301清单的反制 但时间点引人联想 新闻时时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导 传言中国要重新编译圣经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 这是真的吗 圣经在中国各个网络电商平台都找不到相关商品 疑似遭到官方全面下架 因为版权问题 古兰经还可以找得到 其他有圣经字眼的宗教典籍几乎都消失殆尽 有观察家指出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表现出越来越明显 以及越来越强烈的敌意 网友们议论纷纷 耶稣有这么可怕吗 圣经变成禁书了吗 甚至猜测可能要推出圣经中国版 融入中国传统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达到基督教中国化 令中国人民忧心不安 虽然中国国务院昨天发布白皮书 宣称要保护宗教自由 但是宗教典籍疑似遭全面封杀 中共是否将改写圣经 还是干脆把圣经列为禁书 令外界高度揣测与观察 也不免评断可能是中国向宗教宣战的手段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陈香美女士过世之后 西方媒体第一个发表相关信息的是纽约时报 切入角度和大部分华文媒体大不相同 这篇长篇英文报道说 美国总统约翰森或者是翻译作詹森 她对陈香美女士愤怒至极 原因是陈香美破坏越南和谈 纽约时报指出 陈香美家里悬挂着很多她与名人的合照 其中一位是担任了37年联邦调查局长的胡佛 但事实上陈香美曾经列名于联邦调查局的坚定对象 众所周知 陈香美和共和党关系良好 同时她也为南越的阮文哨政府在美国游说 深得西贡方面信任 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或者是翻译作尼克森 请陈香美传话给阮文哨 说尼克松坚决反共 是南越的真正盟友 因此请阮文哨在越南和谈这件事上不要太积极 来打击当时美国民主党政府威信 从而有助于尼克松的选情 于是阮文哨宣布南越不出席预定在巴黎举行的和谈 三天之后尼克森当选 约翰逊总统从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监听记录得知实情 大为震怒 指陈香美干扰了美国的重大外交工作 但陈香美并没有遭到法律诉求 而尼克森上台之后 下令停止对陈香美监听 陈香美自己则否认她干扰越南和谈 纽约时报指出 陈香美在华府水门大厦的寓所 是华府的社交重心 前来做客的包括内阁阁员 国会议员 外国政要 外交官 以及新闻记者等 她不但曾经担任 飞虎空运公司的副总裁 同时也是作家 是诗人 是时事评论家 而在这些公开的角色之外 台湾当局的赞助资金 经由她送交美国共和党之手 陈香美女士的夫婿 陈纳德将军 因为肺癌 在1958年过世 得年67岁 陈香美很快和夫婿的生前好友 建立了良好关系 这些好友之中 不乏游说好手 他们教导陈香美 如何在华府展开游说 使陈香美成为台湾 在美国的游说要角 尤其是共和党和右派人士 因此更加坚定支持台湾反共 陈香美的寓所 俯瞰美丽的波多马克河 平均每星期都有80到100位宾客 身高不满5英尺的陈香美 5英尺大约合152公分 陈香美身着中国传统服装 足灯高跟鞋 虽然没有任何官衔 却拥有极高的曝光率 纽约时报称她是 在华府能见度最高的平民 陈香美常年坚定反共 但是在1981年出现转变 她到北京见了邓小平 也到台北见了蒋经国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 她的态度确实开始软化 她说人要够谦卑才会学习 有时候要够勇敢才能改变立场 纽约时报平息说 陈香美当年坚持的很多因素 在1981年已经不复存在了 例如越战结束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过世了 美国已经和台北断交 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闻时事报刘萍为您播报 你有接过诈骗电话吗 菲律宾警方共逮捕了涉嫌犯案的73名中国人 和78名台湾人 菲律宾政府要将他们都遣返中国 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严正关切 今年1月菲律宾警方以及移民局 根据中国公安的情报 扫荡可疑的电信诈骗据点 逮捕了151名嫌犯 并且要将涉案的台湾人遣送到中国 台湾外交部昨晚才向菲律宾喊话 不能把台湾人送到中国去 请菲律宾政府珍惜与台湾长期友好的情谊 但在今天清晨 台湾嫌犯仍然被强行送走 台湾外交部今天早上再次发布新闻稿 要求菲律宾政府把台湾人遣返回台湾 菲律宾方面则表示 中国屡屡强力施压 无法做到 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 也向菲律宾政府表达严正关切及抗议 呼吁将涉案的台湾人遣返到台湾 接受司法调查 台非双方后续的联系及协商 是否会冲击台非友好的关系呢 将持续关注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YouTube公司总部经文枪响 位于加州的YouTube公司总部经文枪响 警察正迅速赶往现场 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指 救护车已经到达出事地点 附近的办公室被封锁 很多人称自己看到开枪者 但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 桑布朗诺当局在推特上说 警察已经到达901 Cherry Avenue 公司总部所在地 并建议公众离开该区域 桑布朗诺警局告诉福克斯新闻 警方已经收到50个开枪的报警电话 据网传YouTube总部正在疏散中 美国烟酒枪械管理局简称ATF 在该地区的人员已经赶往现场 有媒体报道称 开枪者为一名带头巾的白人女性 当地的ABC7新闻台报道称 开枪者为一名带头巾的白人女性 网传有数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YouTube的母公司谷歌在推特上说 他们正在配合当局 并从谷歌和YouTube渠道发布官方最新信息 因为YouTube的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 美国烟酒枪械管理局 在该地区的人员已经赶往现场 当地警方表示 一名女性已经确认死亡 当地一家医院说 他们正在救治一些枪击受害者 事发办公楼内的雇员们在推特上说 他们听到了枪声 人们纷纷逃命 现场一片混乱 电视画面显示 警察在对离开办公楼的人进行搜身 以查明他们是否携带武器 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自己已经接获枪案的简报 并对当地警方的快速反应予以肯定 更多新闻请持续关注新闻时事报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被于华府的联邦区域法院4月3日裁定 卷入通俄案 并遭控告对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说谎的 荷兰籍律师范德斯旺 被判处坐牢30天 外加2万美元罚款 33岁的范德斯旺 也成了特别检察官穆勒通俄案 调查团队成立以来 第一位遭到法院定罪的调查对象 出生于比利时 拥有荷兰国籍的范德斯旺 岳父为俄罗斯超级富豪 俄罗斯最大民营商业银行 阿尔法银行创办人可汗 范德斯旺3日被判30天有期徒刑 2万美元罚款 以及两个月兼外看管 今年2月 范德斯旺遭到穆勒调查小组起诉 罪名没接受调查期间 对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说谎 范德斯旺后来向法院认罪 虽然范德斯旺遭控罪名最高 5年有期徒刑但联邦区域法院法官杰克森之前便曾表示 范德斯旺被判处的刑期可能在联邦法规所规范的0个月到6个月期限之内 范德斯旺曾与川普竞选团队前任总干事马纳福 川普竞选团队前任副总干事 理查德·盖茨共事 但范德斯旺遭到调查时却隐瞒事实 根据法院记录 穆勒调查团队曾交给法院的资料显示 理查德·盖茨在2016年大选期间 曾在知情的状况下与一名俄罗斯情报单位人员合作 范德斯旺对穆勒调查小组指出 曾获得理查德·盖茨亲人口告知说 这名俄籍人员是俄罗斯情报人员出身 与莫斯科军事情报局GUR关系密切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香港移民风潮涌起 去年有1558名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 创12年来新高 根据加拿大联邦移民部数据显示 移民到加拿大国家的1500多名香港人中 经济类别移民占743人 按年增加317人 增加幅度高达74% 每年激增超过5倍 家庭类别移民去年也有793人 不过按年只增加35人 增幅不大 整体来说 移民的香港人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香港移民加拿大的人数在2009年开始 曾经长期处在700到900多人的三位数 直到2015年才再次突破千人关口 重返四位数字 如今人数又在创下12年来新记录 当地评论员董达成认为 移民风潮是因为政治因素 香港近年来政治及生活品质变差 又有中共修宪 港独言论风波等 令不少香港人民倍感忧虑 觊觎对未来局势的不安 看清现实 冷静观察后做出移民的决定 也预料 未来香港人的移民风潮不会降低 反而将持续增加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昨天黑色星期二 法国铁路员工大罢工 今天持续开战 直到6月28日才停止 三个多月的罢工行动 是要抗议政府的改革计划 每五天就罢工两天 今天每七班高速列车 只有一班运行 也只有五分之一的区间列车 维持运作 往西班牙 意大利和瑞士的车班 全部停摆 法国总理菲利普 在昨天承认 间歇式的罢工 是对乘客困扰最大的罢工方式 每天450万的乘客 将受到影响 这场罢工估计 每天造成的损失 约为1000万至2000万欧元 发起罢工的工会声称 要瘫痪全国交通网络 巴黎市区以及周边区域 塞车塞到爆 上下班尖峰时间 车阵长达370公里 这场罢工造成庞大塞车潮 令民众心情复杂 既同情国家铁路员工 又对通勤不便感到挫折 罢工抗议不仅对人民造成影响 也是一场对铁路员工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考验 预计未来数日 法国铁路交通将持续陷入困境 即将面对一段艰难时期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大家好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中美贸易战摩擦升级 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表示 将对总额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货品课征关税 川普政府今天宣布 对中国出口的1300种货品课征关税 总额500亿美元 以惩罚中国不遵守在软件专利 和其他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协议 关税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的航空业 技术和制造行业 有些也针对医疗器械 药物和教育相关产品 关税并不会立即生效 川普政府将在5月15日进行听证会 听取商界的意见 即使是在听证会之后 关税还是不知何时生效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美国频道营运商辛克莱 疑似利用旗下电视台 推动特定政治立场 令所顾主播机器人般的念稿 谴责假新闻 引发外界关注 内部记者反弹 但高层坚持无措 还受到总统川普高调支持 美国最大地方电视台营运商 辛克莱广播集团 日前播出争议宣传内容 相关影片在上周末疯传后 这间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各界焦点 上月在新闻部资深副总裁 李文斯顿指示下 辛克莱旗下电视台的主播 纷纷谴责假新闻 与偏颇的新闻报道 这段稿子的措辞 不仅呼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反媒体言乱 还刻意写得像地方主播的个人意见 实际上却是由管理层指定 部分员工表示 这番宣传行径让他们感到难堪 也因此担心自己身为记者的荣誉 有地方主播 记者甚至冒着惹怒高层的风险 公开挺身表态 而一些忧心忡忡的记者 也为此在上月联系美国有线电视财经新闻网 这些宣传内容播出后 部落格将全美各地主播宣传相同文稿的模样 集成合集 彰显这段信息的机械化 且意图操纵本质 然而李文斯顿挺身辩称 这类宣传是经过深入研究的新闻行动 聚焦公正和客观报道 今天早上 川普看来是在收看相关电视报道 并非常公开力挺新克兰 他推文表示 观赏假新闻批评新克兰 立场偏颇正是太好笑了 并说新克兰远远优于CNN 和甚至更假的NBC 也称NBC完全是个笑话 新克兰旗下主力 西雅图扣某电视台的主要主播 Mary Nam 针对川普这番言论 在推特上回应说 事实上这个一点都不好笑 如果媒体剧头吞噬地方新闻台 后果就会接踵而至 纳姆也分享了 《沿湖论坛报》的一则消息评论专栏 其中写道 新克兰正在利用旗下地方电视台 建立起来的信任 来推动自身政治目的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中目睽睽之下 火箭发射升空 由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领导的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成功重复使用名为龙的飞船 以及猎鹰9号火箭 来为美国太空总署NASA 执行补给任务 星期一 搭载着龙飞船的猎鹰9号火箭 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卡纳维尔角发射 10分钟后飞船成功分离 并且预计在星期三 与国际太空站完成对接 NASA表示 这次的飞行器为国际太空站 承载了超过2600公斤的补给物品 以及设备 其中包含研究人类和植物 在外太空如何活动的实验器材 SpaceX成功使用二手火箭运送物资 并非实无前例 过去SpaceX就曾经重复利用过 猎鹰9号与龙飞船的零件 所以这次不仅是第二次利用龙飞船 和猎鹰的二手零件 也是SpaceX为NASA执行的 第14次再补给任务 预计在5月 龙飞船将带着超过1500公斤的 研究材料和其他物品返回地球 而SpaceX则期望借由火箭 和太空船的零件再利用 大幅降低太空旅行的成本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罗千竹 真理报道